好 大家平安健康 台北股市今天 有些什么样的状况 稍微为各位解析一下 当然就是说今天我也针对 就是说市场上的一些疑问 也跟大家做解读 那当然这个解读的结果 解读的内容是来自于 二十几年在分析师里面 这个业界里面所待的 得到的一些所谓的经验 是非常宝贵的 那当然这些部分包含了 2008年的Lehman Brothers 的这样子的一个破产 也包含了当然就是说是 最近2019年底2020年的 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COVID-19 这个全部都是情理文件 那当然这两个都是所谓 算是对市场上比较大的伤害的 所谓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系统性风险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也使得全球股市遭受了一个 非常严厉的一个所谓的修正 严厉的修正 那我当然今天要跟各位谈到 就是说台北股市到底目前的一个状况 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大盘 今天排面的结果 又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利空 到底这些利空 它给了我们是机会 还是继续给了我们所谓的风险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就利用这个时间了 我给全国投资朋友们做一个所谓的我的看法 那当然这我的看法 我要告诉大家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盈利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私欲 完全都没有 完全是秉公处理 以我的专业来跟全国投资朋友 get一个所谓的solution 让你能够做参考 好 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今天是一个开高 来到平盘附近就往上拉 那代表这个盘面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国安机 或者是所谓的政府基金 互盘的一定有进场 这第一个部分 就一看就知道有进场 第二个部分 今天6000多亿的量来讲的话 很明显今天还是有所谓的停损的 一个所谓的断头卖压 融资额持续会减少 那当然就是说 以拉台台积电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那当然就是说 以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投资朋友们 我现在先都还没有跟各位谈到 所谓风险的一个解读 跟他未来的一个状况 是会更坏 还是会拉回有机会好 都还没讲到风险的内容 但是我先跟各位谈量价结构 昨天是6000多亿 今天6000多亿 昨天6000多亿的集中市场里面 他减了183亿的融资余额 那当然就是说 OTC来看的话 昨天减了77亿 但是OTC跟集中市场不一样的话 是OTC今天出现了更多的融资追缴 所以说今天报的量更大 1486亿 集中市场来讲的话 也有断头追缴的一个动作 但是就是说 两边的量价结构是不太一样的 解读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部分 大盘的加权指数 集中市场来看的话 空方式大量的高点 在昨天6420亿 这个空方式大量的高点 20982会成为未来台北股市反弹的反压区 这个位置 以收盘指数为止为主 20982 就这个高点 空方式大量高点 会形成未来的一个所谓的反压 你要站上很好 你站稳三天 盘中突破没有意义 要以收盘指数作为标准 20982 所以说对于集中市场来看的话 量价结构通空方式大量高点 在昨天 昨天的反压 是成为未来反弹的反压区 OTC呢 怎么看 OTC是今天建到所谓的空方式大量 它的高点 其实在242.16 在今天的一个OTC指数的高点 22.16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整个OTC跟集中市场上来看的话 OTC是比较弱的 OTC比较弱是因为今天才所谓 断头融资追缴 更扩大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242.16 会形成所谓 未来OTC反弹的一个所谓的反压区 好 来到这个地方了 现在跟你 刚刚量价结构谈完 跟你谈融资余额的变化 融资余额基本上 它没有一定 但是呢 投资朋友们你要去思考一个动作 就是说 目前台北股市出现的是 融资断头追缴的风险 这个风险不叫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这是一个就是有效的筹码沉淀 它必须历经的一条路 因为当大盘指数压回的时候 筹码结构不做有效清洗的话 未来没有再有机会向上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部分 就是融资断头追缴的一个风险 但是这不叫系统风险 好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到了 就是说未来的机会 你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法 就是说我大盘指数的跌幅 跟融资余额的减幅 我融资余额的减幅 要大于大盘指数的跌幅 这样子的话达到筹码沉淀的第一步有效需求 但是呢 它极有可能就是说 什么样的方式减融资呢 就用大盘指数跳空下跌的来减 就譬如说昨天 集中市场减了183亿 台币减了很多 对吧 它是用跳空方式的长黑的方 它用跳空方式长黑的一个K线 来减少所谓的融资源 昨天像这样子减了183亿 可是像今天台北股市 它是横在昨天的位置 今天大涨了670点 今天这样子的上涨 它一样会做出一个融资有效的一个沉淀 意思就是说 某一天大盘指数 从融资余额的最高点的那一天的 大盘指数的收盘 来到最近的一个大盘指数的收盘 当从那一天的融资余额的减幅 高于大盘指数的跌幅的时候 筹码结构就出现稳定了 也就是它极有可能它横盘在这个地方 但是融资余额持续不断的递减 使得从融资余额的高点 你自己可以去选择 如果说 我变成教学课程了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投资余额多学一点是无碍的 你也找不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节目了 各位这次融资余额最高点进 其实是3404.96亿 3400亿 你就把7月17号的收盘指数 23769来做一个 这个融资做一个 就是这个方法 OK这是 充满有效沉淀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融资余额的减幅 要高于你指数的跌幅 还不够吗 还不够也不代表 有的时候上涨融资余额也是减 它总有到达的一天 从到那一天开始 你就看到融资余额的减幅 它出现有效的沉淀 第三个部分就是五日均走洋 五日均走洋来讲的话 现在等于是连续两天 那当然五日均线 在目前的位置来讲的话 仍然是扣底高档 这是必然的 五日均仍然是扣底高档 扣这个 明天礼拜三扣这个 礼拜四扣这个 礼拜五扣这个 下礼拜一才扣这个最低点 所以下礼拜一 五日均线 只要台股不再破底的话 五日均线开始走洋 那当然到底破不破底 待会再跟各位谈 有所谓的相关的一些 所谓的风险的时候 再跟各位谈 我怎么看台北股市的一个机会 好 都谈完了 我们回头看台积电 台积电 你要怎么看它 投资朋友们 空方式大量高点 857块 今天正式站上 第一天 收在88里 各位还记得这个位置 1080 今年预估赚43块 本益比25倍 对吧 来到昨天 来到本益比18.9倍 我们姑且就说 用一个整数19倍 我也没有跟各位谈到 从25倍的本益比 如果修正到本益比20倍的时候 你可以特别留意它的机会 43块如果20倍 它的股价叫860块 刚好 昨天空方式大量高点 857也接近860块 所以说未来857块 那你如果要用整数就是860块 860块是什么概念 就是本益比20倍台积电的一个概念 应该要出现 所谓的下档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今天第一天站上857 空方式大量高点 这空方 所以说我要跟各位谈到的说 今天的集中市场 最主要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为什么 昨天全部建空方式大量高点 但今天全部都站上 昨天空方式大量的高点之上 联发科昨天是1020 今天是在1075 可是对鸿海不一样 鸿海的反压区 在今天的空方式大量高点 是今天175 三个全职股部 概念不一样 很明显就说是台股现在真正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 抓最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互盘的标的的话 两档股票 一个台积电 一个是联发科 OK 好 这个概念都有了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谈未来还有的利口 我不能说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 马上就要出现一个反弹 我不能说马上出现反弹 今天8月6号 到9月6号的时候 我们回头看 这个位置相对低档 我想这个当然是有原因 有基础的 原因跟基础很简单 我先跟各位谈原因跟基础 为什么一个月以后 9月6号以后 我回头看8月6号的 怎么那么低 它就是低点 原因是 关于9月19号 你要降息一码或降息两码 因着经济领先指标的衰退 你要降两码 OK 我不管怎么讲 货币是宽松的 货币是宽松的 没有错 货币宽松 这些所有的资本 所有的货币 它不一定要进到股市 但是听我讲 在任何一个货币宽松的年代里面 这些资金 它会选择最有利的一个市场进去 当你股市在做本益笔修正的时候 你认为是不是在本益笔修正完毕之后 这些资金就会进到股市 股市是所谓的风险市场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全球走货币宽松 日本除外 他在做升息 他在解除零利率的一个所谓的政策 那个是先不谈 英国已经在上个礼拜四已经先行开始主动降息 十五十五六年的一个所谓的高点 五点五个percent 现在已经来到五个percent 英国已经先降息 美国不管你降息一马 马上要降息 或者是九月十九号再等待降息两马 走货币宽松的事情是一定的 货币宽松代表市场上的资金很多 市场上的资金 他可能会去原物料市场 他可以去避险黄金跟美元 他可以进去所谓的债券市场 也就是所谓固定收益市场 他可以到股市里面 也就是所谓的风险市场 你只要注意的 任何一个市场 只要他的机会来了 这些资金都会进去 那对于全球股市 尤其是美股来看的话 目前在做本益笔的修正 本益笔修正满足的时候 这些资金货币宽松就进去 第二个部分 所有公司的一个所谓的借贷成本 全部降低 你联邦利率调降了 你联邦利率调降的情况之下 对于所有的上市规公司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是美国四大CSP也好 或者是这个七大指标 他们的资本支出 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借贷成本 全部下降 借贷成本下降 那当然就有利于他 美股的获利提升 这个部分有利于就是说 未来这些所谓高科技公司 他们的财报的力度 尤其是对高科技公司 因为他们对于利率的一个调降 特别敏感 不管是调升或调降都特别敏感 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最大 第三个部分我要讲到 在很久以前我跟各位谈到了 就是说美国联准会 他调高利率的一个情况 从去年7月26号调到5.25到5.5个percent 7月26号来到现在一年没有在动 现在已经8月了 到去年7月26号的时候 美国联邦利率正式调高一码 来到5.25到5.5个percent 也就是最近23年以来的新高 到现在为止 这样23年以来新高利率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 我已经也跟各位谈到了 Jeremy Powell他也讲了 可是他并没有去做 他说所谓的调高利率 这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它有滞后的效应 现在的通膨率虽然只有2.5个percent 但是没有到2个percent 调降利率的一个标准 但是因为有滞后的效应 所以说他准备调降利率 对吧 这是之前Jeremy Powell 在参议院跟众议院所作证的时候 所讲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回头来看 滞后效应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今天是跟着你的调高利率 升息循环有关 那资本支出是不是也是一样有滞后效应 我讲的这句话是四大CSP将来的资本支出 今年虽然没有照着所谓的 我扩大资本支出 得到相对硬的营收跟EPS的一个成长 并没有出现同步的一个需求成长 但是因为滞后效应 所以说等到明年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进 会看到AI相对资本支出 该有的营收成长跟获利的成长 这句话也不是我一个人讲 Meta讲的 而且Meta对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斩钉截铁 这个事情你就必须要留意到 资本支出也有所谓的滞后效应 未来的一个财报 好了 股价全部都回来了 OK 好 这个部分是我长线看多没有改变的原因 除了你要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类似于就所谓的 好吧 以一战争现在还没打 极有可能本周就会出现 本周出现打了以后台股一定开低 台股开低不见得就受低 OK 因为以一之间战争不会构成系统性风险 除非俄罗斯参战 美国参战 美国帮助以色列 俄罗斯帮助伊朗 你要打核战 那就是系统风险 东西甩了就跑了 就这样子 那没什么好讲了 挂了 全球都挂了 这才叫系统性风险 不是说是台北股市大跌1000点 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而是所有的利空 它凑在一起 再做一个所谓当日解决 各位还记得我们台风两天假吗 台风两天假 美股连跌三天 我们累积开始 最好就是用这种方式 请你告诉我 我们上礼拜五跌了104点 我们昨天跌了1800多点 两天跌了差不多将近3000点 这一波下来跌了将近5000点 你不觉得在最短的时间 做最有效率的下跌 对多头来讲是好事 你不在5000点 你用半年的时间来跌 像话吗 那不是是一个层层套牢卖压吗 停损追缴会那么快出现吗 183亿昨天 不可能嘛 所以说对多头格局来讲的话 你在最短的时间 压缩在最短的时间 一次或两次反映所有的利空 来到相对的低点的 那个低点 基本上你不应该把它看成 所谓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 未来还有更低点 更低的低点 不需要这样看 各位啊 你不要忘记 7月12号美国时间 川普诱饵重担 7月13号礼拜天 在所有台湾各大媒体 出现了这样子的新闻 7月14号 7月15号的这个礼拜 我已经先跟各位谈到了 川普是一个极端的保护主义者 对全球股市会带来 所谓的一个变化 这个是有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呢 就是他的政策会影响到 联准会未来降息的空间 所以说会有本益比的调整 当时我就跟各位谈到了 25倍的本益比 如同台积电 如空广达 这是最高的本益比 现在开始要做修正 如同散热的双红 其红40倍的本益比 现在要做修正 如同6669的围影 25倍本益比 现在要做修正 在当时我已经先开了第一枪 但是来到昨天以后 我已经没有认为 这个台北股市 你还要看得多差 AI元年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讲到资本支出 它是一个有滞后的效应 对吧 今年元年你才资本支出 你今年就要获得相对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幅度的成长吗 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来到明年资本支出 它的一个对AI CSP的贡献就开始上来了 它总是需要你给它一段时间 让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效应产生 好 现在 第一个部分我要讲 很多 这不是说投资人 我不是在讲你们 我是说有些投 这市场上有些分析师 你们自己真的需要好好的要求自己 不要在那边看了个鬼就说 这是个鬼 看到一个人那个就说的人 我尤其是最近看到市场上的一些风声 或者我的会员跟我讲了 什么萨姆原则 各位 我昨天在友台中午12点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萨姆原则 最近三个月的失业率 你把它除以三得到平均的失业率 跟过去12个月来比较 如果它高过0.5个percent的话 这代表萨姆原则就出现了 经济衰退的一个 领先的一个数字 投资朋友们 这个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你上个礼拜五十公布七月份吧 我告诉各位 在公布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这种萨姆原则 已经出现超过0.5个percent 经济领先指标 先行出现衰退的一个情况 你把它拿了两个月之后 别人一谈就谈 也不求圣减 人五人六的在那个地方 这萨姆原则 触动了所谓的 这个经济领先指标的衰退风险 我告诉各位 几月几号 六月七号公布 五月份的失业率 4.0个percent 在六月七号 就已经出现 萨姆原则出现了问题了 你六月七号为什么不跌 你六月七号为什么不跌呢 所以说这个部分 同志们 分析师啊 你必须要把相关的数据啊 确定 除除看加加看 你要做功课 不是人家讲了一句 你就认 这个萨姆原则 那你为什么两个月 以前六月七号 六月七号公布 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嘛 所以不能人鸣亦云 你要有自己的头脑 要用自己的数字 再好好做一个计算 同志们 这是我的工作 而且我也不会放手的 我绝对不会说是人云亦云 相对的 人家在说什么 我在想 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 然后事实是怎么样 好 我刚刚讲到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经济 美国经济衰退的领先指标 萨姆原则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 这样子的状况 投资人 你根本就不要在意这个 你联准会是吃素的 联准会吃素的 我看到真的经济衰退 可能要来到硬着陆的时候 你认为联准会怎么做 你认为联准会怎么做 真正要硬着陆的话 不是更好了吗 当初的是武汉肺炎 不如就说是这么大的利空 结果他QE无上限 联邦领利率 那你在降息 降息的话 只要有资金 股市就是养分了 那咋了 那咋了 联准会吃素的吗 不可能嘛 你那个Jeremy Pong 你在昏庸的话 你也看到了吧 我看你有多昏庸 不可能的嘛 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过就是一个 Federal的一个Chairman而已 这里面还是一大堆啊 还有一大堆 所谓的联邦官员嘛 这是一个 还有一些相关内容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儿再为各位详细解说 这些所谓的风险 会不会造成所谓系统性风险 我为什么看认为 就是说相对的位置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你有股票 已经不用杀地了 就等待融资与额 再大幅的下降 即使大半之后 再有一个所谓的新T 其实这都好的 让融资与额 尽量的全部卖出 断头追缴 这个部分是只能如此 好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儿来 关于日本结束零利率 升起码0.25% 这个造成市场上的情况来讲 就只要看一个指标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就看日元 是不是走出回扁的格局 因为大家就是说 日币成本很低 没有利率 借钱出来 然后在全球股市 其他地方做股市交易 或套利交易 但是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日元开始走生的时候 要还日元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说 日币的需求就增加 那么等于是所有都卖掉 换成日币 然后再做所谓的还的动作 所以说当日元 这一路这样升值 代表就是说 日元需求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说 所有的当初借日元 这一块来讲的话 就已经在做平仓 然后需求 把日元的需求特别大 那今天开始做出一个 所谓的走扁的情况 只要未来日元走扁 回扁的话 那全球股市就开始进入 比较正常的一个脉动 这个是日元零利率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就讲到两 仪义之间的战争 老实说 他们开战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是做短线 为什么 两方面都不希望事态扩大 你4月18 4月13号的时候 出现了两边暴富 对不对 可是到4月19号的时候 打完了 大家都不讲话 就是双方都很低调 这件事情可以打 但是都不会伸张 那另外的话 至于就是所谓的 就是这个高科技公司的一个 财报的一个不好 像四大CSP 都是说我资本支出增加那么多 结果EPS没有相对的 这哪叫什么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对全球股市来讲 这一波的修正 那当然就是说 川普跟贺锦丽之后的 这个辩论之后 得到了一个所谓竞选支持度 贺锦丽如果上来的话 过去的一个所谓 本益笔的调整要再涨回来 给全国投资朋友 作为未来股市的参考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